Hello 我是李小叔叔 先弹一小段 然后我来讲为什么 好像很厉害对不对 其实不厉害是乱弹的 有一个朋友问我说 如果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这首歌让你 就是让我来弹 前奏我会怎么弹 我刚刚也摸索了一下 然后我甚至在网上找了一下 我发现还蛮难的 我应该是谈不出原版的那种感觉 我只能自己乱谈了 所以我等一下分享一下 我乱谈的思路怎么简化的 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常常看我的影片 你就知道 我常说我看不懂六线谱 是真的 但是这句话也要修正一下 因为我有信息沟通 很准确的那种强迫症 我很怕被别人误会 所以我要讲清楚一点 我所谓看不懂 也不是完全看不懂 我知道六线谱的六条线 代表六根线 方向我也明白的 然后上面的数字 代表是第几品 按第几品 这个我也明白 大概就到这个地方了 这接下来就没办法懂了 就是关于节奏 节派的部分 我就不懂了 我大概知道意思 但是我 我就是没有办法 从看那个学会怎么谈 因为我二十几年弹吉他 都不是这样学节派的 但我也不是这么的反对 有人说你就是我 好像很转 其实我不是很转 我二十几年前在读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买过蛮多六线谱的书的 那时候我省吃俭用 有时候一个周末就吃两个馒头 就是为了省钱买这些谱子 然后都收集我的偶像的谱子 但是我得很惭愧地说 我一行都没有学下来 对我来说太难了 就是这是每个人的学习 各有各的障碍 有的人有这个障碍 有的人有那个障碍 像我是有阅读障碍 我读书会很慢很慢 就是读不进去 就读完以后就是从眼睛出去 眼睛进去就从 不知道从嘴巴还是哪里 就跑出来了 所以这是我的阅读障碍 我读六线谱也是有障碍的 但是呢 后来我就找到另外一条方法来学吉他 这个我也常常跟你们分享 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找我 那我现在来讲一下 一千个伤心里有的前奏 它的和弦原本是有点复杂 但是被我改编成四个和弦 小六级 五级 四级 大三级 没了 就这样子 原版当然不是这样 那它对我为什么有点难 因为它的 它的 它的 它的那个重复的音是在高音 那我的手 因为已经习惯了 我自由惯了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配合 所以我弹起来就变成 或者是 试试看弹在比较高的把位 高的把位有个好处 因为Am它的跟音就在五弦的空弦 所以 这边还有点像 这边也还勉强可以 但是弹单音会太无聊 所以我弹到G和弦的时候 我会弹双音 就是一次用两根手指剥弦 然后F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乱弹了 因为它这里有爬来爬去的 弹一的时候 我会弹一sus4 就是三弦的二品 会弹一下 然后再回来 我再试一次 看这次跟上次又不太一样了 其实每次都不一样 或者我用扫弦的试试看 再一次 刚刚不算 当然跟原版是差得远了 但是呢 每个人的能力有限 就是我在学习的这个部分 是有些障碍的 所以我就比较取巧 我就很自信的就这样弹 导致呢 看的人以为我很厉害 自己改编的 其实是原版弹不来 其实这首歌的前奏 我忽然想到 Radio Hay 有一首歌的前奏 跟这个很像 这首歌好像叫做Fade Out 好像是这样子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分享 如果你不是很认同的话 你就仅供参考 如果你认同这种 假装只弹的前奏方法 你可以跟我探讨 但是也不一定会有收获 因为这个方法 毕竟是有点土 而且蛮多限制的 没关系 我们就交流交流 OK 拜拜 拜拜